Hello,Vogue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俊 造型亮点 首先大家看到啊,肯定是最重要的嘛,对吧 我今天佩戴的这块呢,是和天梭合作的啊 这个我的联名款 它是一个PRX超级玩家系列 然后呢,它是一个35毫米的这个表盘 这个表盘是金风蓝的 当然它后面也有一些这个小设计 给大家看一下,小巧思 这后面呢,有我这个自己的签名 然后后面还有八个八啊 是我自己家的一些想法啊 我觉得这个数字很吉利啊 这个咱们中国人感觉传统都比较喜欢这个这个数字 所以就是这么一个设计 从出道以来,时间对于我来说 是一种历练嘛 然后呢,可能以前 不管是在工作上或者生活上 可能都比较不太成熟 然后呢,时间它磨砺了我 然后呢,也成就了我 其实这些角色和我 都有一些距离 因为它确实 绝大部分的角色都不太像我本人的性格 然后呢,我在生活中呢,可能会比较 随性一点啊,自然一点 就是自在一点 因为我是一个社主座 然后呢,比较爱自由 对待表演 我觉得应该保持一颗敬畏的心态 因为首先它是我的工作 然后呢,也是我一直从事的一个行业 然后不管是角色也好 还是一整部戏剧也好 或者是一整部作品也好 它对我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对于去诠释的这个角色也好 还是我的这么一个工作态度也好 都得秉持着一个敬畏的心 如果说要喜欢的话 就说从表演的方式上来说 我可能还喜欢现在去 尤其是可能贴近生活一点的戏 这样的话会比较接近咱们这个 当下的一种年轻人的生活状态 那如果说 但是呢,我知道有很多 很多粉丝喜欢我的粉丝 都可能从古装剧来开始认识我的 我后面呢,也会考虑演古装剧 但现代剧呢 就是我如果要选的话 我还是比较喜欢现代剧 我最近看了 看了一个美剧叫 曼达洛人 它是个心战的一个系列剧 蛮好看 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心战这个题材 我比较爱科幻 他这个主人公 他是一个非常信守承诺的这么一个人 然后也非常有安心 对 对于自己许诺过的事情非常的忠诚 挺好看的 推荐给大家 这次是去参加时装周 然后纽纽约和米兰 感受是感受不同的城市所带来的这种魅力吧 然后两座城市之间的这些品牌 也有自己的区分 可能纽约时装周的话 可能在纽约时装周上的设计啊 或者是穿衣风格 人们的穿衣风格可能偏向大胆一些 米兰的话呢 可能就比较优雅 因为它的品牌都是很多是具有历史厚重感的 具有年代感的 就像咱们天梭一样啊 比较优雅 除了旅行我还爱玩游戏 爱玩游戏 然后我也知道啊 咱们天梭就是跟这个各行各业的啊 包括电竞圈的老师 或者是这个体育赛事的老师啊 有一些还有一些这个 这个叫做极限运动啊 也有一些合作啊 我最近啊拍了风过刘恒 然后呢里面也学习了骑赛摸啊 我也知道天梭在赞助这个摩托赛事 所以说着你以后可以尝试一下啊